嗨 大家好 我是哈內蘇魚樓 我們要去開箱新門的一家旅店 它叫做丁基旅店 我們要去開箱新門的一家旅店 前面的一家旅店 我們要去開箱新門的一家旅店 大陸的一家旅店 開箱新門 一家旅店 先來這邊 兩位都消退去嗎? 對 謝謝 請去通討論 請清潔 請回答 請清潔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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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衣架 這邊還有冰箱 但是冰箱裡面沒有附東西 就是我們的東西 我們的東西 來介紹一下這是什麼東西 不 這不需要 然後還有熱水壺 這個可以擋 好像滿乾淨的 算乾淨 來來兩個杯子 很可愛欸是狗的 這是他們自己的圖 猜犬 還有他們的logo 很可愛欸 還有這個 這個是歐巴拜 懷舊六十年 懷念 然後進來 路上就有這些紙飛機 可以在這邊裝飾 但是其實我覺得滿可怕的 如果睡覺的話看有影子在這邊晃嗎 有影子 這個就是 晃一下那個紙飛機 對 你看這樣晚上睡覺很可怕 對 注意喔 請注意 您的腳步 電視機 就在喘 這裡 你不要吃窮啊 燈籠 整排的飛機 幹嘛點 然後扭蛋 這是很古早的扭蛋 跟豬 它這是懷舊系列 所以有以前的豬公 大家小時候都會有這種豬公 裡面還有錢 應該可以殺豬了 還有這個 船 check in的時候 他會每人給一個這個 名字 日期跟你的房碼 房間的號碼 長這樣 它是做一個信封的感覺 然後這個可以拆掉 這一張就會變成明信片了 可以寄出去 這樣打開 就附了很多的東西 這是他們的房卡 住房時間從下午3點到隔天的12點 然後有兩張優惠券 這是他們集團的副品牌 八海 這張可以拿去兌換 海鮮冰盤 還有他們的咖啡 可以折滴50塊 再來還有附這個 這個做的蠻有質感的 但是我不太清楚這是啥 類似名片的東西 還有這一個 這個打開就是他們的地圖 這個附近周邊的東西 都在上面 這個很可愛耶 它這個圖畫得很精緻 還有一些介紹 介紹西門的一些什麼東西 哪裡哪條路有什麼 還有附一個拼圖 這個可以在大廳的部分那邊 有附筆可以在那邊畫畫畫 可以在公共區域的牆壁貼上去 屬於你的記憶拼圖 再來浴室的部分 可以這樣子推 可以這樣子推 給它頂 看它這個是頂光 女生要化妝的話就會不太好畫 這樣很容易有霧差 然後還有杯子跟洗手乳 下面有吹風機 這是本台房間就附的吹風機 這種小台的 那為什麼會有大台的 大台的是 加入會員就會有附這個 這是哪一種的 這是那種很貴的負利值 之前很多人在日本搶的那一種 大廳的部分 也有很多復古風格的裝飾 可以讓人家覺得很有年代感 另一側還有附一個鋼琴 可以讓大家去彈 復古也是感覺是復古的鋼琴 對但是它那個鋼琴有限制使用時間 要不然會打擾到其他的房客 櫃台的右手邊的牆面上 有一個很大很大的明信片在牆面 然後可以用它每一個房卡裡面都會附一個拼圖 畫一畫之後可以貼在上面 拼湊你的記憶 對 是嗎 對 它mini bar的部分有很多很多的泡麵 還有餅乾 黃紫麵 這是什麼 鹹酥餅 很多那種古早味的零食 還滿方便的任你吃 吃到飽 還有咖啡跟奶茶 也有咖啡機跟一些茶包 茶粉 還滿香的耶 咖啡也很香耶 好 房間的部分 我們是住他們的夢境室部區主題房 這次住的是 過去夢境房 所以一進房間的話就會看到天花板上面會掉很多紫飛機 但是其實那個紫飛機的影子滿可怕的 如果睡覺看到那個影子在那邊晃 很可怕 它的床板的背面是做熱氣球的造型 整個就是童趣的感覺 再來隔音的部分我覺得也還不錯 它其實聽不太到隔壁或是外面的聲音 衛浴的部分其實都還可以 沒有什麼特別的耶 該有的都有 但是水柱我覺得水壓還不錯 而且水溫也還不錯 很熱 會不小心再燙 加入會員也會再送這個 這是眼膜 還有面膜 跟吹風機 價值五千元的Panasonic吹風機 很多人在日本搶的這一支 用話要賠喔 價值五千塊 好 好